我有兩個消息要告訴你 這可能呢 會激發起你的鬥志 說吧 我承受鬥志 朝你車的那個主人 我找到了 哪個混蛋 這個混蛋 你挺熟的 你不要用這種眼神看著我啊 還不會是那個 恭喜你 你的低流感一向很準 尹思辰 已經與Alex達成了初步合作的印象 這是我提前做的宣傳方案 讓廣告部和宣傳部弄起來 好 思辰啊思辰 思辰 作為你最好的哥們 接你的私人公關出這種事 你居然不通知我 他是誰 什麼誰 你火了 我火了 你今天還沒看微博吧 雖然角度差了點 燈光有點差 但鑑於男主角是我 這張照片 我給九十分 哎呦 你還謙虛了十分啊 這個女的是簡分項 所以呢 她是誰 記者亂寫的一個人 隨便寫都泳池基本了 真能隨便寫啊 你還有事嗎 不知道 到底誰拍的 喂 子高 顧熙熙 你找個時間來我家一趟吧 把你放在我這兒的東西都收拾走 不是子高 我 喂 怎麼了 子高好像是要跟我分手 她為什麼要跟你分手 不會是 因為看到熱搜了吧 不行 我得去找她一趟 我想跟她說清楚這個事 你現在去公關去撤熱搜 不就等於我們自己承認了嗎 《Marry Me》 一個浪漫的婚紗品牌 就當作給我們做一次免費的宣傳 不好嗎 去喝杯咖啡 不是 你心真大 子高 你在哪兒 我在開會 晚上再說 我們一會兒吃完就去 來 你多吃一點 這段時間你都瘦了 他還不是都怪你 不陪我 好好好 我會好好補償你的 趙子高 我說你怎麼突然跟習一提分手 原來早就只好下家了是吧 子高 這個女生是誰 朋友 朋友 朋友需要你親手為她吃飯嗎 顧希希 現在給我問問你 那個網上的熱搜是怎麼回事 還有那些照片 趙子高 你別胡說八道 我本來是要過來跟你解釋 但現在看來好像沒有這個必要的 我早就知道你是個拜金的人 你寧願相信微博上面的八卦留言 你也不相信我說的話是嗎 會 我們分手吧 聽到了嗎 我提到 臭渣男 小雅我們走 別生氣了 晚上我們去搜尋酒吧 不醉不歸 舊的不去 現在不來嗎 這是怎麼回事 別理他們了 錢你有了 不是 他分手 該不會是 跟你拍了那張照片吧 搜尋酒吧知道嗎 我的入場 晚上去哪 不是喝咖啡嗎 突然改變主意了 後援 買單 乾身快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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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這種渣男 不甩牛 在幹什麼呀 就在給他甩掉 說不定他在外面都已經 不知道跟那個女人都在一起多久了 對呀 那你之後打算怎麼辦 我要 擁抱新生活了 希希啊 嗯 你要是想哭 就哭出來吧 我怎麼會想哭呢 我特別想笑啊 這只是一段失敗的感情 這個感覺忘掉了我 搞事業 搞事業 我們就要搞事業 事業 搞事業 搞事業 乾杯 乾乾 但我覺得吧 你首先 得找到 根源 你說得對 我找到根源 嗯 然後 消滅 嗯 可是根源是什麼啊 我餓了小羊 好想吃 趕緊吃 這很太辣 別太辣 別太辣 就是這個意思 我去買你等我 好 哪邊走 嗯 你去邊去吧 嗯 你慢點啊 嗯 服務員 廁所呢 出門右手 嗯 呂姑 感覺今天人有那麼多呀 那個服務員把這兒收一下 好 然後 來個老規矩 好 不錯 難道走了 在找什麼呢 哼 我發現了一個 好看的小姐姐 我準備去 嗯 你要不要出宮一下 再見 你別情趣 好 好 好 我先來一杯火風的夏日 送給這位美女 嗯 夢中女神 無功不受路 我也請你喝一杯吧 您好 給她一杯強倒 呃 不不不不不必客氣 能請你這樣的美女喝酒 是我的榮幸 嗯 超雅 你馬回來了 吃了吃 別太辣了 特別好吃 嗯 嗯 嗯 小雅 小雅 我就說是你嘛 我剛才 把你看成以思辰了 就是 長得 那麼長的腳 然後 把蠻齒的牙齒 那個手 耍子 這麼長 她就這樣看著我 啊 可嚇人了 還好是你 小雅 小雅 我找到你說的源頭 那個源頭就是你思辰啊 就是你思辰那個混蛋 那個冷血無情沒有雲心的東西 他毀了我的人生 他毀了我的愛情 我的一切都被他毀了 他毀了